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一个英语单词 当然,有很多朋友英语肯定挺好的 就随便跟着我一起慢慢的看视频就行了 是什么英语单词呢? 就是O-L-I-G-A-Q-U-E 这个词的词源是法语 英语也在用,俄语也在用 中文的发音完全不一样,但是翻译过去了 英语读着Oligarch,法语也是Oligarch 俄语呢,Oligarch 读音你看都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寡头的意思 寡头是什么呢?你不管去在百度 还是维基百科,还是在新华字典 还是在各种词典里头 你去查,寡头当然是有钱人了 当然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了,这部分人的钱哪来的? 是自己像伊隆马斯克那样 像扎藤伯格那样,像比尔盖茨那样 像巴菲特那样 通过股票,通过投资,通过新技术 正来的吗?不是的,它是通过政府给弄来的 就是腐败来的 就是在政府里工作的那些官员 或者那些官员的亲戚们 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 这些人呢,就叫寡头 寡头这个词,跟俄罗斯是密切相关的 一般都说俄罗斯寡头,很少有说意大利寡头 当然也有乌克兰寡头,也有白俄罗斯寡头 就是在独联体地区,哪个国家都可以跟寡头联上边 最近不是乌克兰抓了一个乌克兰的寡头吗? 就是他呢,本身是乌克兰的官员 吃着乌克兰人的这个 就是这种愤怒吧 替俄罗斯人办事 他的女儿还把普京叫做教父 就是普京给他女儿叫做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生活 当然这些人都是有家庭的 我不是说给他女儿啊啥啊的 其实俄罗斯也一样的 俄罗斯的普皇帝 我说普京很多人可能感觉到很受伤 那是人家的爷 是人家的圣上 那我把普京也当做圣上吧 就是这个圣上啊 他自己就是一样 你看,他的那个 亲的那个孩子们 或者是他私生的一些孩子们 都在他说的要把俄罗斯人种族灭绝的那些人的土地上呆着 从那个地方就是接受有毒的那个教育 然后不停地这个成长 在那地方生活 买了很大很大的房子 还有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拉夫罗夫他有一个就是妓女 就是他老婆带来的那个孩子 也是过着非常非常奢华的生活 人也不在俄罗斯 还有他自己就是亲生女儿 他已经离婚了嘛 还有他前妻都是生活的相当相当的阔绰 还有他现在亲生的等等乱七八糟的 还有那个佩斯科夫就是他那个发言人 那也是一样的,你看他那闺女们 在Instagram上面发的那些东西 就是看他那个住的,还看他那个豪华游艇 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些人是多么多么的富的 而你像那个佩斯科夫他的工资啊 人家俄罗斯很多官员财产都公布了嘛 他的工资就是一年收入大约十五六万美元吧 而他的每一次他女儿的每一次消费 都在五六十万美元以上 你想一想那些钱都是哪来的 当然了你不想也没关系嘛 没人强迫你们去想嘛 但是俄罗斯人大多数人生活是相当相当贫困的 据说有五十万人 至少吧,有五十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他们的贫困线标准,基本上就是国际贫困线标准 就是每个人 每天的收入在 1.90,就不到两美元吧 就这个生活水平线以下 至少有五十万人 而俄罗斯人的平均护军收入 就是2022年,就这一年吧 到现在,全年的收入 可能不到四千美元 如果按现在的卢布汇率去算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 我指的不是每个人,每个家庭不足四千美元 每个家庭每个月呢,不到四百美元 如果只有一个人来挣钱的话 也就不到两百美元 生活是相当相当苦的 你像在我们加拿大蒙特利尔很多人 一天就挣两三百美元 一个家庭一天挣三四百美元 四五百美元的很多很多 所以就是,这还是平均的 就是说,那些把很有钱的人 跟很没钱的人 拉在一起的 你如果不说这些平均的话 然后就是,有些人是赤贫的状态 还有一些退休的人员 好像是连续已经拖延工资 拖延退休工资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了 这个呢,你们自己去网上去查 肯定都能够查出来 你甚至可以查一查,就是,普盛上 他们家的,他那几个闺女 不管是私生女也好 是自己亲生的也好 还有她的那些 跟她相关系的那些人 他们家里的那些财富有多少多少 在瑞士怎么样生活的 在巴黎买了多大的豪宅 你就心里很清楚 还有那个拉夫罗夫啊 还有那个少依谷啊 还有他的那个匹茨科夫啊 等等等等 所有所有的那些 所有里头去查去吧 都是富可敌国呀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本来我想拿些数据给大家聊一聊 因为看我视频里很多的人 可能也不需要这些数据 自己也能够有渠道去查 详细的工作呢,还是你们自己去做 谢谢,再见,拜拜